各位 還是要的 各位好 我們從畫面裡面看到 這樣的一個構圖 我們現在已經差不多乾了 其實在前一陣子畫的 你可以了解到這個的暗面 已經讓這個的亮面形成為空間的一個形成 主要的我們所放進去的觀念只有兩個而已 一個叫做明度 一個叫色彩的溫度 色溫 我們那時候所規劃的色溫 如果從第一節裡面去看 我現在還是看得出來 色溫的冷色在上方 那越來越暖 色溫有一塊 意思就是說這一塊因為距離的關係 下半段都離我比較近 剛好也被陰影遮住 那上半段都在光線底下 所以上半段的光線呢 你就可以看到明顯的筆觸 我們把筆觸都留在上面 所以即便一張畫 我現在大概都四張畫同時做畫 一張大概都在三十到四十號左右 或者五十號我不知道 因為它比較長 不過不管在任何一階段 可以從自己的筆觸裡面讀出來 我當初的想法 當初的色溫的設計 那意思就是說 其實觀眾也能讀得到 讀得到的意思 並不是你給他一本參考書 而是這種色溫是來自於大自然 它所呈現的 好比說你在暗暗的地方 你就看不到這種筆觸 你在暗的 這麼說好了 如果你在碼頭 你看到那個碼頭下面的水 如果你在晚上 你八成看不到那個 這個波光淋漓的樣子 只有在白天再看得到 為什麼 因為光線的關係 所以我們把光線留在這裡的時候 那這個地方就不會有很明顯的筆觸 而是藉由一點點的光影明度來表達 所以有了色溫 有了明度 那我們後面慢慢慢慢的再追加一些 灰跟彩之間的關係 最後再堆疊上H 那這幅畫就會形成一個 往後延伸的空間 左右不同的空間 以及前後不同的空間 那我們盡量能夠在一張畫 平平的畫布裡面 去創造一個立體的東西 這就是我們希望 用大自然的原理我們去創造出來 好 不管講多少 總是要動筆 我們才會知道 到底我們講的是不是對的